当地排名第一的 药味比较够 一盘十个 六根一个 我们现在已经在河南许昌了 但河南已经不喝火辣汤了 这件事我们在当地排名第一的 咱以前也在别的省村 拍个的外地也拍过 但是好多朋友就喊说 没有河南的火辣汤不完全 这不就补养了吗 既来之则吃之后 按这的规矩一般来讲 配一个八分的水煎帽 还有这是油膜我都要 咱们都尝一下 既然来了 然后一碗 回来上去七块 看看什么派别 这不都有什么 明显这有豆腐 大块的牛肉 这牛肉不少多 再加点鲁鲁粉 要撒点葱花肉要不要醋 肯定有点醋 是吧 酸辣 来 咱们今天咱会喝呢 前来是 吃 更饭 腋味越厚 对 它还有醋 个人口味吃个来就完了 我原本这河南人民都喜欢胡辣汤 但是有它牛的地 我喜欢 然后配它这个煎包 用一下发面煎包 里面煎的金黄 有嘎嘱这种 一盘十个 六块钱 六明天一个 然后一个大锅里面做 不倒你 人家不收那个钱 到了能给你包的那时候起来 实在 还有 肉末和粉丝馅 人家这味不赖 跟我们省的煎包味不一样 一般的那种煎包肉味会很突出 正面这种不清香 而且底下那个锅气 能闻着点 能吃得出来 能尝得出来 这个挺好 咱不说来就一定得夸 确实大早上起来多 多晚你喝多了 然后再来碗这个煎包 又暖胃 然后又紧嘴 可舒服 挺好吃 跟牛奶这个味道 嗯 不行 据我了解 这个胡辣汤 甭管说谁发明的 起来去哪 它多少和药材有点关系 这个案里面呢 叫那个辛辣 那种胡椒那种呛劲 来点酸辣开胃 然后呢 可能跟某 某些东西 比如说没胃口 馋 还有关系 外面流程下来到各地 再根据当地情况 物产什么的 口味啊 再调 再改 所以好多好多菜了 河南有这么几个胡辣汤 我是印象中的 特别有名 萧尤热胡辣汤 这个北五渡胡辣汤 还有叫方中山胡辣汤 好像也挺多的 大概这么几个 还有素的 河南都有 然后呢 河南也十八个这个地级市 几乎啊都是我自己喜欢的 或者自己楼下那家最那什么 最适合自己的 要不每个河南人 他告诉你哪个胡辣汤最好喝 可能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 要让人家当地油膜 油膜 我看就是葱花饼 你看就是葱花饼 切开了一份一份 可能可以炒到这里吃 咱也尝着原味 很韧的 有点像鸡蛋饼 像这个鸡蛋的口感 但我怀疑没加鸡蛋 没加鸡蛋 你看土豆有点有点 有点淡淡的咸味 有清香味 我看刚刚煮的大哥要这么喝的 咱也这么吃 要高太远 吃鸡 有点好厉害 有点好厉害 买咧 吃米饭 可能钉水一会 真的好吃 我认识就能把这都吃了 吃饭 那个老板说 喝奶 备喝的东西 好玩的 早餐吃完了 非常温度 新转味 目前合格的胡辣汤里边 味道冰煎的 真不错 而且这东西好便宜 它在时间边一盘10个 6块钱 6勉坚一个 然后一碗胡辣汤7块 真有大块的牛肉 喝得好过瘾 无论是发生味道质量 还是大家买卖这个情况 合囊话一个字就概括了 中